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电能有好几种形态 比如说两个点电荷相距R远的时候 它们之间会有电能 这个时候电能是等于4πε0R分之Q1Q2 这是一种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 如果这一点它的电位是V的话 我们从无限远的地方 把一个电量Q移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所做的工就是这个电荷在这里的电能 这个时候的电能它是等于QV 那么我们也讲过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导体 本来没有电荷 我们现在把Q从无限远的地方 一次一次的移一个DQ过来 不断的移 让这个地方的Q从0增加到大Q 这个时候这个系统的电能呢 我们也讲过它是等于2分之1QV 那么还有就是像电容器 电容器的电能 电能它有这三种形态 2C分之1Q平方 也等于2分之1CV平方 也等于2分之1QV 那么如果是在真空里面 有电荷有电厂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电能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式子 2分之1 Epsilon 0 E square D tau 其整个空间 这个是在真空里面 那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说电容器里面 它有界电值 它的充填的不是空气 是某一种界电值 它的能量是多少 如果这个不是在真空里面 而是这个范围啊 是有界电值存在的 那么电能出生在电厂里面 它这个形态又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种 这个状况呢 你只要把 以前里面 以前 在真空的时候 凡是Epsilon 0 的地方呢 你现在就把它变成 Epsilon 0 Epsilon R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把这个 就变成Epsilon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也一样啊 你把这个Epsilon 0 变成Epsilon 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现在从这里 我们来推导一下 我们来推导一下 比如说 我们知道电能 界电值内 界电值 我们这里头有界电值 它的这个 电荷呢 它的Q啊 我们这么写好了 DWE 这个是电能 电能 那么我们 讲过 我们看这个东西 QF 就是说我们在 以前也讲过这个 这个式子 比如说 你这个是一个 导体 导体 当你这个上面 有QF 就是说 Q我们一个一个 从无穷远的地方 把它移过来 当上面有QF的 电量的时候 它的电位 如果是V的话呢 V的话 那么 我们先写这个 它的能量 就是这个东西 能量就是这个 你一次一次的 把DQF 当然是Free Charge 才能够移动 移过来 是这样子的 那么 当你已经有了 这个上面 已经是QF的分布了 电位已经是V了 你再把QF 拿过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次你 所 加入的这个电荷 DQF 改变是这么多 改变是这么多 好 那现在我们 这个是我们以前 以前讲的 对不对 以前讲这个 导体的时候 好 现在我们讲 界电值 我们讲界电值 界电值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界电值 整个是界电值 那我现在把这个 QF 每次都拿一个 DQF过来 就把它增加在 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 这个体积是一个V 体积 有一定的体积 好了 一定的体积 好了 好 我把DQ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就 假定一个点 好了 电位是V 我把DQ移过来 DQ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过来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DWE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就可以 不是 这个 这个 其实没有V 就是说我们 一次一次的 把这个移过来 移过来 等到这个地方 Build up 已经建立了一个 电力 电位V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 移过来 再把DQF 移过来 移过来 因为如果说 你移的总电量 是QF的话 它的电能就是这个 现在只是一个点 一个点 好 你当这个上面是V 你继续的 把DQF拿过来 那么它又要做工 做一个工是这么大的 好 那现在我们 就来把这个 我们写一下 我们写一下 DQF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Role F 乘上 Dta Role F 乘Dta 假如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的 它就 体积就增加了 对不对 它的体积是Dta Dta 然后我们 Dta很小很小 这个D就代表 它很小很小 你把DQF 再移过来 那么它这个 电量就是 Role F Dta 那么它的总电量 总电能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 那现在我们 就有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Divergent D等于什么 Role F 那么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Role F带进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我们就得DWE 要等于二分之一 V乘上 Divergent D 乘上Role F Role F 已经变这个 称上Dta Dta OK 好 所以 我们如果说 你这个时候 不断地 把这个电荷 移进来 而这个 体积当然不断地增加 它 那就等于这个的积分 这个积分 就是等于 Divergent D 称上Dta Divergent D 称Dta 好 那么 这是要积整个的 一个体积 就是说 我们这个里头 你把DQ F不断地 加到这个体积来 电能就变成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 来看一个向量横等式 Divergent Divergent V乘上D 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先把它写成 Gradient V D 然后加上 把V当作 常数 V当作常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V 乘上 Divergent D 那这一项呢 就是这一项 所以它可以写成 这两项的 差 那我们就把这两项的差 带进去 电能 等于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V乘上 二分之一 V乘上 这里有V吗 V V乘Divergent D 我们就写 Divergent D Divergent VD 乘上D套 然后再减掉 二分之一 Gradient V D乘D套 现在我们 这个都是对 Tall的积分 那这个 这是一个向量的 Divergent的体积分 我们可以 用这个 Gaussian Theorals 把它变成面积分 变成这个积分 体积分 变面积分 然后后面这个呢 Full Gradient V就等于 电场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写成 二分之一 电场 Dot D 移上D套 移上D套 这是 电能可以等于 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 假定 原来我们只是 这么一个 一个 Surface Closed Surface 里面的 体积是Tall 如果说我们将 我们将这个 面积啊 将体积 无限的扩大 体积扩大 让它 包含所有的空间 好 因为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时候 S啊 这个表面 在无穷远 对不对 你这个变成 无限大 你这里头 任何一点 体积里头 任何一点 看这个表面 看这个表面 不是在无限远吗 对不对 变成无限远吗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知道 这是里头 某一点 里头某一点 来看 这个 在 面上面 就是这个面 这个面已经变成 无限远了 变成无限远了 它上面的面积分 好 这个时候的V呢 因为这个面 在无穷远的地方 所以 我们说 因为它是跟距离的一次方程正比 距离的一次方程正比 好 那么这个就 我们就说 它跟距离一次方程正比 好 当距离很远很远的时候 这V很小 那么 第一呢 它跟电场 有关 对不对 它是跟R的平方 分之一 成正比 然后 然后整个S 整个面积 它是跟R的平方程正比 因此 我们看看这个里头 这三个东西 乘起来 那也就是说 整个是跟R的一次方 成反比 R的一次方成反比 因此 我们就说 这个 这个积分呢 这个时候 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 零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项 V D D A 它整个是跟R 分之一 成比例 好 这个是 Approach Zero 当R 在无限远的时候 当我们扩充到 所有空间的时候 这一项等于0 只剩下这一项 只剩这一项 那么因此 我们说 这个电能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 E dot D 分上D套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D 如果是这个 物质是一个简单物质 它是等于 Epsilon E的话呢 那你这一项就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 Epsilon 我们把积分写到这里 好 不过这里要注意 这里要加一个无穷远 加个无穷大 就是说 不是无穷 无穷大 包含所有的空间 好 于是这个我们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 Epsilon 一平方 乘D套 你也可以把一变成D 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时候在界电子里头的能量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来 等于我们要用到能量 用能量来算这个静电力 我们看一个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capacitor capacitor 这是它的一个plate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平行板电容器 我们把这两个集 接在一个电压上面 这个电压呢 是V 于是啊 这个上面就带了正Q的电量 这个带了负Q 那正Q跟负Q会互相吸引 对不对 互相吸引 好 当这个正Q跟负Q互相吸引的时候 就会产生力 这两个基本上会产生力 好 这个力你可以 由这个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算 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虚功的方法来算 用虚功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种虚功 这个道 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这是正电 这是负电嘛 它一定会互相吸引嘛 有力嘛 对不对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哦 如果这是capacitor capacitor 这个上面接了电压 接了电压 这是真空 如果我在这里摆一块 如果我在这里摆一块界电值 或者说里头本来有界电值 我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 你会发现 你的手一放 这个界电值被它吸引进去 就是说有力作用在这个界电值层上面 这个力你能不能看出来是怎么来的 像这个我可以知道由正负电相吸引 这个怎么会有力被吸进去啊 为什么有力把它吸进去啊 为什么不是退出来啊 那现在我们从虚功的原理来看 虚功 像这种状况 就是说它接在电位差上面 V上面 这里是正Q 这里是负Q 就在这一刹那 它有一个力啊 它如果接近的话 它的力可能会变大变小 就在这一刹那 你要算这个力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来算 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假设 假设 Q 维持不变 Q怎么会维持不变呢 当你接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你越接近了 越接近 这个电场越大 电场越大 它吸引力越大 Q会增加 你如果维持不变的话 就是说 就在这一刹那 因为 基本上的电荷是Q跟负Q 我假想 它把这个电路给拆了 不再接在电池上面 不再接在电池上面 这又是互相绝缘 外面又是绝缘体 所以它的Q不变 对不对 但是这有正Q 这有负Q 还是会互相吸引啊 好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拉过来 因为力是朝这个方向嘛 好 我们称这个力呢 叫做FQ 就是Q 保持不变的时候的力 它一共做了一个 DL的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是虚位移 虚位移就是假想的 其实它没有动 其实它没有动 好 你假想它 它过来了 好 那么于是啊 这个QF就会做工 Work of Q FQ 它是等于什么 力 我们写这样 因为它是小小的一个位移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 虚工实际上没有 没有 实际上没有做 我们假想它被拉进来 于是就做了工 做工要不要花能量 做工要不要花能量 要花 这个能量谁给的 谁给 有没有外力给它的能量 没有 就是本身的能量 本身它有电能 对不对 我们刚刚不是写capacitor 里面不是有电能吗 对不对 它这一定是用它本身的电能 来做工 那既然做工了 电能要拿出这么大的能量来做工 那么它的能量呢 电能就减小了 对不对 电能是不是变小了 就是我电能变了这么多 少了这么多 用来做工 好 用来做工 好 那DWEU等于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是存量 存量 你们学过 我们在第一章 学项量的时候 这个 哪一项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体积啊 体积里头的都可以啊 没有说全部在无穷远啊 OK 你现在这一点 看这个地方的电场 这个地方的电位移 有没有在无穷远 没有啊 这个地方是无穷远啊 但是第一项是面上面的量啊 你体积内的任何一点 看这一点 它一定在无穷远啊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这并 这个并没有去无穷远啊 听不懂 回去 参悟参悟啊 因为这个是这个量 这个V跟这个D 都是在S上面的 在面上面的量啊 面上面的量啊 你在任何一点 我刚刚不是说 你这个面已经跑到 无限远的地方去了吗 所以 这些地方距离它 是不是无限远 是不是无限远 但是这个 有没有距离它无限远 这个没有啊 体积里任何一个位置 为什么要距离它无限远 你这个教室 边边在无限远 你体积就居住在这里 你跟你隔壁 难道差无限远吗 有差无限远吗 没有嘛 好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好 我们以前讲过 讲这个 gradient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讲过 df等于什么东西啊 df等于什么 这个式子 重要的不得了 你不能够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有没有这个式子啊 有 那现在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负的 然后这个等于这个 好 我们重写一下 fq.dl 要等于 要等于负的 grading we.dl 你两边 这两边很等的话 所以我们就有 这个关系 当两个基板的电量保持一定的时候 那基板所受的力 是等于 是等于里头的电难 gradient的负值 OK gradient的负值 这是一种状况 好 第二种状况呢 就是 我们把 电位 视为 常数 第二种 电压 两个基板的电压变成常数 那么就 就是 但是这个capacitor 没有离开 它的电源 没有离开 就是这样子 本来是q 负q啊 这里是 positive negative v 本来是这样子 这是本来 本来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假想 它有力嘛 对不对 正 q 付 q 会有力 互相吸嘛 就把它 付 q 就把这个 带付 q的基板呢 吸过来了 因为它这个时候有force 这个force 我们就当作是 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fv来代表 那么它会有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呢 也是用dl来代表 这就是说它受了这个力以后 基板 做了一个虚位移 这是virtual displacement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假想它移动 ok 你看 如果这个基板移到这里来 这个当中的电场 是不是加大了 是不是增大了 1乘 1乘上d 是等于v 加大的话呢 这个上面的电荷就增加了 这个时候的电荷就变成什么 这个上面就变成q 加上dq 这个上面的电荷就是 负q 减 负的dq 这dq是f了 dq当然是指precharge 这个我们不用再强调了 因为它接近嘛 接近就变成 电场变大嘛 电场跟q有什么关系啊 capacitor里头的电场 大小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如果是均匀分布的话 是这个 你这个变大 q要不要变大 电场变大 q要不要变大 q要变大 ok 好 变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你这个fv所做的功 它就等于fv.dl 这是 这个是什么 virtual 就是说 本来没有的 我们假想它有一个虚位 于是就有这么一个虚功 虚功 好 我们刚才说过 做功一定要能量啊 这个 这个 做功 别的地方都没有supply the energy 只有本身的电能supply 所以电能变少了 所以它是等于fv.dwe啊 现在不一样啊 你这个系统在这里啊 它有电源啊 电源有能量啊 电源供给它能量啊 电源 电动室有能量供应的 电动室有能量供应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供应的能量 dw 是能量 source s就是source 电源供给的能量 供给哪两种能量啊 一个就是做功的能量 做功的能量 好 等于这个f.dl fv.dl 让它做功的能量 第二个呢 这个接近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能量改变了 这个地方能量改变了 极板 接近的话 capacitance是增加还是减少 它这个c是等于什么 epsilon 如果真空是epsilon zero a over d d变小 capacitance就变大 对不对 capacitance变大 v还是保持一定了 它的能量呢 我们刚刚不是写过吗 二分之一 cv平方 这个变大 这个保持一定 这个变大 它能量从哪里来的 它能量为什么可以变大 别人给它能量嘛 对不对 谁给它能量啊 sauce给它能量啊 所以它增加它什么能量 电能 增加它的电能 增加它的电能 好 这个电能呢 这个时候的 这就是增加它的电能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电能了 本来这个电能 本来的电能是这个东西 本来的电能 是二分之一 qv 现在 这个改变了 什么东西改变 q改变 电能也变了 所以电能是等于 二分之一 v乘dq v乘dq 它变成这样子 能量增加这么多 增加这么多 那么dws呢 它做什么工 它就是把 这个地方 本来是负q 现在少了一个负q 负dq 它就把负dq啊 从这个地方移到这边来 就把dq移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就加一个dq 当你把电荷dq 从低电位移到高电位的时候 所做的工事等于多少 dq乘v啊 你移动的电量是这个 你把这个电荷 从负极移到正极 增加一个电位 v不就是 就是 做这么多工吗 供应这么多工吗 所以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啊 两倍的dwe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好 两倍的dwe 要等于fv.dl 再加上dwe 好 两倍 这个一倍 所以就变成dwe 要等于fv.dl 那这个可以写成什么 gradient we.dl 等于fv.dl 好 两边 一比较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 fv 是等于正的gradient energy 电荷维持一定的时候 fq是等于负的gradient we 当电位 当电位维持一定的时候 fv是等于正的gradient we 这两个要记住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它的displacement都是假想的 就是在这一刹那 两个都是指这一刹那 为了要让各位明白 这个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不管你用哪一个算 这个系统的能量 这个正极板负极板 互相吸引的力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capacitor 这种状况 它的能量我们来算一遍 这个例题就是告诉你 这两 虽然有两种算法 它算的是同样一个东西 它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 好 好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A是指 这个极板的面积 D是指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 然后Y是说 这个capacitor 它是用空气绝缘 我们要求二极板间的相互作用力 那我们就想到 这个时候 可以用电能来算 用电能来算 那我们就 第一种方法 假设 电荷维持不变 在这种状况之下 FQ FQ要等于负的 gradientWE 第一式子 那你要解FQ 你要求WE 对不对 求WE 那WE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capacitance 画出来 capacitance A D Q 副Q 电能 我们刚刚写过 如果是平行板电容器 它可以有三种写法 因为它有Q的出现 所以它若不是用这个 就是用二分之一 Q V 二分之一QV 都有Q 它是有Q 那现在我们用哪一个 这里没有给你V 这个V 没有给你 只有Q 我们用这个 我们说 capacitance 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算 第二是 第二是 W 等于这个 那等等要take gradient gradient就是这个要对空间来为分 现在的空间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用什么来表示空间呢 用什么坐标呢 用 迪卡尔坐标 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它只能这样子跑 两个机板只能够这样子移动 你不能这样子 不能把它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移动 这样子移动的话 那C等于什么 C 因为它是 这个当中是真空 所以它就是A over D A over D 我们就把这个 代入第二是 代入第二是 能量 就等于 2 Y0A 分之Q 平方D 现在你要take gradient 你把这个 代入 第一是 那你说这糟糕了 我代入第一是 这个都是常数啊 那一gradient不就是零了吗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机板会怎么移动 会这样移动 所以它什么坐标会移动 X坐标在移动 对不对 所以这个D不是常数啊 D不是常数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F FQ 等于gradient E 我们知道这个X有关系 所以它就是等于X方向 partial 其实你可以直接写 DWE over DX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了 我们就写D DX 好 里头这个呢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2Y0A 然后Q平方 你把这个D变成X 好 这里你注明X等于D 因为我们起初X就是D啊 它并没有动 是我们假想它会动 好 那这一维分等于什么 这个X不见了 对不对 那就变成2Y0A分之Q平方 例就是这个 例在这个 这里有个负的 我忘掉了 这里有个负号 漏掉一个负号 这个例的方向在负X方向 所以这边的基法 我们是画这个例 画这边的例 画这个例 超X的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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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的大小是这么多 好 我们现在用第二种观点来看 第二种观点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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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 电压维持一定 那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电动式接上去 接上去嘛 接上去嘛 然后这个基板呢 就移到这个位置来了 基板移到这个位置来了 好 这个是DL 然后呢 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是负Q 减DQ 好 这个时候的FV 我们刚刚倒过啊 它是等于正的 gradient WE 好 那 那WE等于什么 WE还是 还是这个东西啊 WE 好 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 因为它是电量在改变 电位维持一定了 所以我们用 所以我们用 二分之一 QV 它是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 好 那 DWE 就等于 二分之一V 乘上 DQ 我看看用哪一个比较好 DQ的话 DQ 这里没有讲多少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还是用这个 用这个 V保持不变 V保持不变 C是这个 C呢 它还是一样 Y0 A OVER D 现在呢 现在我们知道 它改变了 是什么改变呢 D改变了 D改变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带入 二分 那就 W1 要等于 二分之一 Y0A OVER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好了 二 二 二D 二D 二D分之一 Y0A V平方 然后这个带入第一式 它第一式 Take gradient 那你如果把D当作常数 那不就是零了吗 对不对 可是D 我们知道D不是零 于是 我们就有 FV 等于负的 它跟X有关系 所以它还是只有X方向 它是正的 Partial WE OVER W Partial X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D OVER DX 好 这个东西我们就写成 Y0A V平方 OVER 2X 好 X要等于D 最后要把X变成D 这一为分的话 这就变成负的X平方了 所以它是变成这个 2X平方 Y0A V平方 X要等于D 最后我们要把X把它变成D A 两倍的 你看 这个结果好像跟这个结果不一样 方向是一样 都是负X方向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那个 但是我们说这两个值 同一个值 为什么 我们导处 导处来看看 因为 我们所求的力 就是这个时候的力 它也没有动 就在这一刹那 就是这一刹那 好 就是这一刹那的话 我们把那个 写出来 FV 要等于负的X 负X 什么东西 2D平方 这个是什么 Y0 V over D 是什么 这个时候的电场 电场 电场等于什么 它是 Sigma over Y0 Sigma 就是 单位 面积的 电荷 现在我们 这个约到一个 所以它就 变成 两倍的 然后 Q平方 乘上 FuX 这个跟这个 一样不一样 这两个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这两种观点 电荷保持一定 或者电压保持一定 所得出来的是 同样的一个东西 不是两样东西 现在我们来做 另外一个例题 好 这是一个 这个 是几板 两个平行板的几板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低 等等再画这个 距离是低 本来 这里加 电位差是V 本来这个地方 它有界电值 有界电值 现在我们把这个 界电值层 抽出来 OK 抽到这个位置 用别的颜色画好了 感谢您的预防 就是界电支撑 我们把它从这个地方抽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capacital两个集板之间的距离呢 是低远 低远 然后我们以这个地方作为参考 这个长度是x 那么它原来的这个capacital的长度 这里是L 这里是L 这是switch 它现在要求 这switch保持closed 就是说它接通的时候 维持接通的时候 这一块界电支撑 收的利是多少 就是IPSO 我的眼睛都看不见这么小的字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 After the switch is first opened 就是说这个switch 是开的 就是说这条路 这个地方没有电位差 没有电位差 它已经是closed 起初是closed 后来把它打开了 就是电量保持一定 这个closed就表示电位保持一定 要求这个界电支撑的 这个受力是多少 A 那么电键 接通 B是 电键 电键接通 许久 把它开开的 瞬间 好 现在你怎么做 这个你就一定要用能量来做 一定用能量做 那我们 先用这种 假定 电键 接通 接通 S 接通 的时候 S接通 有什么特色 就V0等于constant 对不对 V等于V0等于constant V等于V0等于constant 这个时候是 就是电压维持一定 电压维持一定的话 它的F 是等于正的 电能的gradient值 这是 equation1 然后呢 W1等于什么呢 它是capacitance 我们可以用 二分之一 CV0平方 来做 那么这个时候的C又是什么呢 你把它拉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capacitance 等于是两个capacitance 并连 一个就是 这一边 好 这个是 C1 这个是C2 C等于C1加C2 好 C1等于什么 C1是等于 EpsilonZero 我们假定 这个基板这里 我们是没有画了 它这个宽度 是H OK H 等于面积 面积是X乘H OVER D 然后 C2呢 这一边 它的面积是H 乘上L减X 它是真空 所以用EpsilonZero 所以用EpsilonZero H L G X OVER D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两项 合并 合并就变成这样子 把H OVER D 共同向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 EpsilonX 加上EpsilonZero L L解X 好 这个 capacitance算出来了 带入第二十 带入第二十 我们就得 W1 要等于H V0 Square 两倍的低 然后 YX 减掉 YZero L 减X 好 然后把它带入第一十 带入第一十 我们就得F 等于Gradient的这个 你看 Gradient里头只跟X有关系啊 所以它现在只有这个X 好 D W1 OVER DX 就好了 好 那么 这个 算出来 我们就知道它是X 乘上 H E 减掉 Y 减YZero V Square OVER 2D 你这个V分的话就是IPSO 这个V分就是真的IPSO Zero 哈